AudioJungle 政府机构不得不从20日起停止工作,或者尽保留必要的核心部门,几十万名政府公务员面临着零报酬的强迫性休假。据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月20日报道,移民问题是两党最主要的争论点。 民主党表示,如果政府不作出承诺,包括几十万儿童时期非法入境的移民,他就不会在财政预算问题上作出让步。报道称,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占多数,而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,共和党人只拥有51个一席。 由于参议院麦凯恩患癌症缺席,共和党人至少需要十位民主党人的支持,才能获得所需的60票。在投票表决中,共和党未能获得足够的多数票。 法新社1月20日报道称,20日,在特朗普总统宣誓就职一周年之际,美国政府关门了,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用他们的要求挟持美国人。 报道称,19日早些时候,曾出现避免政府关门的可能性,当时特朗普似乎接近于同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查克舒默,就一向阻止将儿时比美帝无正移民驱逐出境的议案达成一致,但在递交国会安排临时动议让政府在运转四周的文本中,并不包含这样的妥协。 而共和党人未能赢得民主党人支持,白宫猛烈抨击舒默,指责他导致了政,不关门。 特朗普的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还宣称,在国会同意恢复正常的政府开支之前,总统绝不会商谈移民协议事宜。 他宣称,参议院民主党人制造了舒默关门事件,他们把政治置于我们的国家安全、军人家庭、弱视儿童和我国为所有美国人服务的能力之上。 他说,民主党人为了他们不计后果的要求而挟持我们的合法公民,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商谈非法移民的地位问题的。 报道称,共和党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,附和了白宫的说法,但舒默提出反驳,他在参议院说,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共和党控制着白宫、参议院和众议院,维持政府正常办公是他们的职责,他们有职责和我们一起向前迈进。 他宣称,他们有责任管理国家,而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。 民主党人指责称,共和党人拒绝资助一下旨在保护70万追梦者,而时迪美第五正移民,免于被驱逐出境的计划,从而破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,是在迎合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支持力量。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19日报道,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网进行的最新联合民调显示,更多美国人认为,政府可能关门要怪的是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,而非民主党,责怪共和党的比例比民主党高出20个百分点。 报道称,对于因移民法规和边境安全方面的分歧,导致的两党僵局多达48%的受访者认为,特朗普与共和党议员应当负主要责任,28%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是民主党的错,18%的人表示,两党应承担同等责任。 独立政治人群是导致两党支持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因素,46%的独立人士认为,共和党与特朗普应该负起责任,而外费民主党的只占25%。 资料图片,这是1月19日,在华盛顿拍摄的美国国会大厦,新华社美国大厦。